大家好 这里是吐蕃鼠炸机 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视频了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最近比较忙 事情比较多 另一个原因就是 这次做的漫谈航天器的节目 需要查询大量的资料 所以就有一段时间 没有给大家做视频 在这里非常抱歉 这个视频的内容相对比较多 我会把它结成几段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依次进行播放 希望大家喜欢 从1957年10月4号 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斯普特尼克一号 人类总共执行了 超过8500次的航天发射任务 发射了超过 15000件的航天器 目前呢 大约仍有8000件航天器 位于环地轨道 包括了通讯卫星 气象卫星 导航卫星 地球观测卫星 还有空间站等等 其中 由SpaceX公司发射的卫星数量 就已经超过了2000颗 另外 大约还有一千件航天器 被发射到了深空 进行深空探测 包括了行星探测器 小行星探测器 太阳观测卫星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 屏幕上反映的呢 就是人类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开始到现在 重要的几次航天活动 在屏幕中间的左侧 就是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斯普特尼克一号 在斯普特尼克卫星照片上面的照片呢 是人类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东方一号的照片 在东方一号旁边的呢 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宇航员 尤里·加加林 在加加林照片的右侧 是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宇航员 尼尔·阿姆斯特朗 和他乘坐的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 在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下方 就是人类第一个投入实用的航天飞机 哥伦比亚号 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下方 显示的就是美国的第一个空间站 天空实验室 那么美国在天空实验室中 进行了大量的太空实验 这对后来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呢 取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天空实验室的左侧 就是美国的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水星计划号 那么美国的第一个宇航员 谢波德 就是曾坐水星计划号 进入的太空 在水星计划号的旁边呢 就是最成功的深空探测器 1977年发射的旅行者一号 目前呢 旅行者一号 早已飞出了海洋星的轨道 飞入了深深的太空 需要来介绍航天器 那么呢 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航天器的分类 航天器呢 一般可以分为载人航天器和无人航天器 无人航天器呢 又可以分为人造卫星和空间探测器 载人航天器呢 又可以分为载人飞船 空间站 航天飞机 以及临近空间飞行器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些分类 对航天器进行一个笼统的介绍 由于航天器的种类非常多 数量也非常多 每个航天器的背后呢 可能都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如果大家对哪个航天器比较感兴趣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 然后呢 我会为大家收集相应的资料 再做新的节目介绍给大家 按照航天器的分类 所以我们下面呢 就应该开始介绍卫星了 在向大家介绍人造地球卫星之前 有必要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人造地球卫星运行的轨道的划分 以地球为中心 依据离地球的远近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 划分为近地轨道 也叫低地轨道 二 中地轨道 三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四 地球静止轨道 原来也叫地球同步轨道 五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六 太阳同步轨道 也叫极地轨道 低地轨道 或者说近地轨道 一般是指 距地高度在200到2000公里范围内的圆 或者椭圆轨道 绝大多数的卫星和空间站 都是运行在这一轨道上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中地轨道 中地轨道呢 一般是指 距离地面 2000到35700公里高的圆 或者椭圆轨道 像GPS 哥罗纳斯 北斗 加里略 这样的导航系统 都是运行在这样的轨道范围内的 第三个呢 就是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呢 是一个近地点为1000公里 远地点为35700公里的椭圆 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地球同步卫星从地面发射上天以后 要依次经过低地轨道 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最终才能进入地球同步轨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右侧上方的这张图 中间的灰色就是地球 人造地球卫星从地球出发 经黄色线圈 进入内圈的绿色小圆 这就是1000公里的低地轨道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 转入红色的椭圆形轨道FD 这就是同步转移轨道 在同步转移轨道运行一段时间稳定下来之后 进一步转移至绿色的大圆 也就是地球静止轨道 或者叫地球同步轨道 第四个轨道 就是地球静止轨道 也就是地球同步轨道 这个轨道呢 位于地球的赤道平面上 距地的高度是35700公里 运行在这上面的卫星呢 都叫做地球同步卫星 第五个轨道呢 叫做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这个轨道的轨道平面 与地球赤道平面 呈一定的夹角 大家可以看一下 屏幕右侧下方的这个图 藕合色的这个线圈呢 就是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所示意的线圈 它的短轴距地面 35700公里 而长轴 根据轨道平面 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不同 有所不同 如果倾斜是55度的话 那么它的长轴半径是 42100公里 目前北斗系统的三颗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在这个轨道上运行 第六个轨道是太阳同步轨道 也叫极地轨道 大家同样可以看屏幕的右方下侧这个图 就是白色虚线的轨道 这个轨道的轨道平面 与地球赤道平面相垂直 所以它可以在预定的时间 返回预定的地点 因此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多用于侦察、气象、导航、地球资源等等 谢谢大家